大家是否曾经历过一些不应该出现又或是无法解释的现象 而这承让你质疑世界的真实性 欢迎回到三爷奶奶频道 今天我们将会提及10个母体故障现象 10.来自地下室的电话 一位来自宏迪的用户说他曾拥有一间位在地下三楼的工作室 而他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经常独自待到很晚 有一天晚上他在公寓里睡觉 月末半夜三点钟时他的女朋友打电话跟他哭诉 他说他在一分钟前接到来自工作室的电话 在电话那头一个跟他很像的男人 故意用很奇怪的声音缓慢地重布着他的名字 直到电话最后被切断 起初男人觉得自己被恶作剧了 因为他不可能在同一时间点出现在10英里外的工作室 更何况唯一的钥匙就在自己身上 睡当天亮后男人决定去一趟工作室 但最终他发现工作室的坐机的确在凌晨3点钟时 接通了女友的手机 9.柯达 或许不少人有过类似的经历 一个名为鲁里的使用者表示 有一次他带着家里的狗狗柯达开车到祖母家吃饭 然后当他要回家时他发现柯达不见了 经过数小时的搜索 直到天都黑了他们只能先放弃寻找 回到家里以后 若里发现家里冷冷清清的 但到了快天亮时他隐约听见那熟悉的声音 原来不知怎么的 柯达正好好的在房子里玩耍 为了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若里决定回到祖母家 他查看了附近的监视器 他发现监视器只能证明他与柯达成道反过这里 他们进去了 但他没有离开 8.声音 一个名为皮斯塔基奥的用户说 他小时候常与家人一起去海边玩耍 有一次他们开了两辆车 皮斯塔基奥与其中的几个人坐第二辆车 因为他们并不熟悉路况 所以始终紧跟着前方的车辆 事情就发生在他们路过工业区时 他们发现前方突然刹车急转 连带后方也跟着急转后停了下来 在当下他们都听见车内一个清晰又响亮的声音 那个声音说立刻转弯 车内突然安静了下来 他们确信声音的主人不在车子里 当他们下车后 皮斯塔基奥发现大家的表情显得有几分怪异 然后有人说你们也听到了吗 是的 大家似乎都听见了相同的声音 但这里除了他们外周围根本空无一人 7.遛狗 这是一个男孩在遛狗时所发生的奇怪事件 他说大约在十年前的某个早晨 他带着小狗到公园里散步 那时草地上有很多入水 每当动物或人经过时 入水就会落到土地上 留下一条湿搭搭的痕迹 小狗四处嗅吻着 然后他开始朝着对面咆哮 男孩发现大约在一百码外的大树旁 有一个男人站在那里 他看起来正在走路 但事实上 他的腿就像定点的月球漫步一样 这很奇怪 男孩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于是他拉着小狗往前走 但身旁的狗像是被吓坏了一样 他趴在草地上 发出刺耳的哀鸣 当他们越走越近 男孩发现对面的男人似乎正在离开 因为他们几乎看不清楚男人的脸 当他们到达大树旁 他们发现地面上有一个直径 约十英尺的圆圈 他没有入水 事实上男孩没有发现 除了他以外 还有任何通往这圈子里的足迹 当他抬起头 他发现那个奇怪的家伙 正站在草地的另一侧 而那里正是他原先所在的草地 现在他身旁也有一只狗 他正往这里瞧 然后他们走了过来 男孩吓坏了 他转头 然后用最快的速度离开公园 他将这个故事告诉了自己的几个朋友 而他们几乎相信 男孩误入了某个平行世界 并处于某种奇怪的循环中 6. 儿童时期所发生的奇怪现象 有时候我们可能怀疑儿时记忆的真实性 现在没有人能够解释这个故事 故事发生在我12岁那年 有一次我跟着母亲一起去卖场 但那时候我独自被留在车上 然后有一个老人站在距离车子约5英尺的地方 我不知道他想告诉我什么 但他的表情让人很不舒服 过了五六年后 我再次看见这个男人是在一部儿时的家庭影片中 而他正穿着相同的衣服 然后注视着影片中的我 那时候我大约只有一两岁 但我能能感到害怕 因为我无法想象他是如何出现 并用相同的表情看着12岁的我 5.玩具猴子 马蒂奇提供了一个儿时经历 他说小时候他的父亲有一只玩具猴子 他总是说这只猴子是他最爱的孩子 马蒂奇说大家都非常讨厌这样的说法 所以他们趁父亲不注意时将他扔进了垃圾桶 几年后 马蒂奇在前往多伦多拜访朋友的途中 发现了一只被丢弃在路边的玩具猴子 他说那是完全相同的猴子 因为上面有他们儿时的涂鸦 马蒂奇说他们完全无法想象 这只猴子出现在这里的几率有多少 但他能将他带回家并还给了父亲 抱歉 这只是玩笑 实际上马蒂奇带走了猴子并将他烧毁 四 叔叔死了 一位红迪的用户讲述了一个故事 他说有一天他的妈妈打电话告诉他叔叔过世的消息 为了安慰妈妈 他们在电话中交谈了数个小时 而知道这件事的同事还特地表示了慰问 但很奇怪 就在几周后他听见姐姐们正在谈论阿姨和叔叔的近况 但叔叔不是已经过世了吗 他们说没有 他打了电话跟妈妈确认 但妈妈说叔叔还活着而且非常健康 该用户表示他曾试图去弄清楚这整件事 但无法解释 因为那记忆是如此的真实 就像他曾经历过巨大的伤痛一样 有时候人总是幸运的 一位网友分享了他的故事 他说有一次他与朋友在四楼的阳台上玩耍 当他不胜碎楼时 他的脑袋一片空白 因为他发现自己正朝楼下的地板坠落 当他回过神来 他发现自己的好朋友正在大喊 你还好吗?你还好吗? 他问朋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但没有人看到撞击地板的瞬间 他们只是往楼下跑 然后他发现自己已经站了起来 身上没有任何的伤口或是瘀青 什么也没有 同样的 他失去了那一两秒钟的记忆 一切都是空白的 我们知道一定有些什么事 但这显然不足以去解释这一切 二 他运言了朋友的最后一次洗澡 一个红迪的用户写道 这是一个最可怕的经历 记得我还年轻的时候 有天晚上我连续做了两个梦 第一个是一个网路上的朋友打电话给我 他说他跟男朋友分手了 另一个则有点可怕 因为一位现实生活中的朋友 在浴缸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当我睁开双眼 我几乎忘记发生过什么 直到晚上一位网路上的朋友说他分手了 但他拒绝别人打电话给他 不久后 电话铃声响了 刚好是那位在梦中失去生命的朋友 刚开始我们只是随意的谈论一些学校的事情 直到我隐约听到水花的声音 我问他 你在浴缸里吗 他并没有否认 我又问他 你在做什么 他停顿了一会儿 我听到他轻轻的说很快就要结束了 我想这不对劲 就像有什么正在发生 我拨打了911 当救援抵达 女孩已经昏迷但还活着 现在她已经是一位女孩的妈 一 她拐弯了 她的头脑混乱了 一个红迪的用户提供了一个奇怪的体验 她说她在城市的市中心工作 有一天她突然有一种想走路去上班的冲动 那是一种渴望改变的悸动 然后突然间她发现自己失去了身体 并且漂浮在某个奇怪的维度 在那里她发现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和形状 然后一群看上去很奇怪的人 他们穿着西装表情像是惊呆了一样 她说我能够看见他们 但是当其中一个人物快速移动时 一切都变得黑暗 当她恢复正常后 她发现自己正走在一条前往公司的街道上 她开始感到恶心和严重的沮丧 她说她从未使用过毒品也从未有过任何幻觉 但奇怪的是 当故障正试图修复时 她可以看到那些人像是龙中的动物一样看着她 她说我有种感觉 我知道自己受到了控制 这让我至今依然感到困扰 谢谢您的收看本集节目就到这里结束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帮忙按赞加分享订阅频道 我们将持续更新 我们下回见拜拜 by bwd6 我们下回见